走走走 别影响我做生意 臭药饭的 老板 你就给我换一个吧 求求你了 过期的也行啊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没有 别影响我做生意 赶紧走 小伙子你都包掉了 谢谢你啊大姐 没关系的 小凡你还在玩 姐走的时候就在玩上了 来别玩了 姐这有吃的 好吃的来 我不吃 姑娘他们是 他们呀苦命人 这两个姐妹的父母呀 前几年出车祸去世了 就连那个小姑娘 也变成傻子了 现在呀就靠她姐姐 结点废品 迷迟生活呢 老板 算一下多少钱 一共三百八 好 过去了 大姐 你们的情况 我都已经了解了 虽然麻省只挑戏处断 厄运 专找苦命人 但是 也不能因为这些 就气馁呀 就好像 我们在抱怨 没有鞋子穿的时候 有些人 却已经没有了脚 这活着呀 就是一种幸运 所以 只要有乐观的心态 生活就会越来越好的 这些呢 是我给你们买的 拿着吧 不不不 小伙子 这种我怎么能要呢 你就拿着吧 刚才 你不是也帮助了我吗 谢谢你小伙子 谢谢 谢谢 那我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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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就到了 不好意思啊姑娘 你看一下说坏没有 没事谁都有大义的时候 修一修还能用 谢谢你 您好,我是来面试的 哦,你是来面试的 我是带着人事部经理 简历给我看一下 就你这学历 还敢来我们公司面试 谁给你的勇气啊 我虽然学历低 但是我很能吃土的 我什么都可以学 我们公司可不是养小白的地方 谁有那闲工夫每天带你啊 出去 我去 这学历比我都高 他来了还有我什么事啊 这么巧,你是来这儿 我是来这儿面试的 那你面试结果怎么样,顺利吗 不太顺利 这儿的人事部经理 项目学历太低了 人事经理 来,姑娘,你跟我来一下 我们公司的人事部经理 什么时候变成你了 老板 老板,我是跟他开玩笑的 我也是来面试的 这是我的简历,您看一下 原来你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排除你的竞争对手的 可是你的运气好像不太好 结果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老板,我的学历非常高 要不您先看一下吧 文凭 它只是一张纸 可是人品它是千金 慢走 不送 老板,那我... 恭喜你啊,姑娘 你明天可以来公司上班了 啊,真的吗,老板 当然是真的 欢迎你的加入 可是 我还得带我妈妈去看病 我说以晚几天再来吗 当然可以 哎,对了 我这里有些钱 你拿着 哎,不不不 这我不能要 我还没在你家上班呢 怎么能拿你的钱呢 你就拿着吧 刚才我不是也把你的手机撞坏了吗 另外,这钱也不是白给你的 就当我提前预支你工资了 等你母亲的病好了以后 你再回来 好好工作就行 就像黄河水在流 谢谢老板 谢谢 快去吧 去不再回头 闻到的光 照在了大地上 把每个黑暗的地方 全部都交掉 都交掉了 你 你好 你 我 就 都没有 我